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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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大事了 什么事 我把信都送过去了 可是他们一口就回绝了我们 为什么 他们说司令跟日本人有勾结 司令的钱全都是日本人的 这怎么不血口喷人嘛 是 可是他们有确切的证据 证据 什么证据 他们说同达商行给司令花的钱 全都是日本黑龙会的 你说什么 司令 看来徐锦卿和邝勋风把您给涮了 我日他奶奶的 吵架我 跟我去一趟矿府 上一枪我是吓唬他的 这一枪我非奔问他肚崽子 走 司令 问他们一边去 司令 你滚 司令 你好好说 司令 你好好说 那边 走 司令 司令 你有话好好说 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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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话好好说 你他妈说滚开 滚开 等等 有 程司令 有失远迎 恕罪恕罪 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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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邝勋风 你他妈干的好事 司令 有话好说这是干什么呀 你拨得我账上的钱是日本人的 南洋的那两个公司也是他妈黑龙会的 司令 司令 我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日本人就要达到北平了 二十九军军火短缺 可是他们宁可无枪无弹 也不要我城海的一分钱 也不要我城海的一兵一族 他们说 我花的是日本人的钱 怕我帮着日本人抄他们的后路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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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令 这怎么可能 你协过于不仁不义 让我蒙受齐齿大辱啊 司令 这 司令 你这么说有什么凭证吗 你自己看 司令 您听我说 司令 这是误会 你给我闭嘴 我 你把他妈日本人的赃钱拨到我的账号上 让我在国人面前蒙受了齐齿大辱 我岂能与你善罢甘休 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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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听我跟你说 误会了 我他妈先逼了你 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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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 你怎么上这儿来了 我是为了小雪 司令 你不能杀他 小雪 你把小雪怎么样了 没没没 司令 没没没 没没 司令 没没没 没没 小雪生了个孩子 那是你的 是不是你干的 司令 我没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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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令 司令 请你不要开枪 不要开枪 为了小雪 求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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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令 不要开枪 不要开枪啊 司令放手啊 司令 把他们都带上 给我走 司令 这是要去哪儿啊 通大厂行 走 去哪儿啊 我要好好地查查你 跟你算总账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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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 这件事没你的责任 那就是你的责任咯 司令 我刚和四国银行的德国代表通了电话 他们向我证实 白尔已经把佟达的股份 转卖给了日本的一家公司 南洋的那两家公司 也同隶属日本商会 是吗 司令 是德国人和日本人 联手骗了我们 佟达实际上 只批了白尔的一件外衣 真正的大股东是日本人 白尔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 是日本人出了双倍的价钱 买走了佟达的股份 事先你真的一点风声 也没听着 真的 我跟司令一样蒙在鼓里 日本人正准备围攻北平 你跟我玩这一手 不 司令 我本想和司令连起手来 为国民做些好事 可是没想到这件事 恥辱啊 这真是我承谋的七尺大辱啊 司令息怒 邝某还能为您做点什么 你立刻在世界日报 给我登一则启示 把同达商行 给我注销了 司令 这不成啊 从德国进口的设备 花的都是客户的预定金呢 到时候我交了货 我就是倾家荡产也赔不起啊 那是你的事我管不着 你要不立刻关张 别怪我不客气 也好 那就请司令 首先登报声明退出同达商行 同时也把南洋的那两笔预定金 退回来 老喽 那您让我怎么办呢 立刻关张 这不可能啊 给我砸 是 上 走 别别别 这 李兄妹 李兄妹 这人打 大军风 我现在三天之内 把南洋的大商行给我注销 不然我就一打火烧了你的药厂 走 李兄妹 走 乖了乖了 原来小朋友这么麻烦啊 你看他每天吃了就睡 睡醒了还哭 而且又拉屎撒尿 所有人都哄着你 对不对啊小宝宝 对不对啊 大家都围着你转 对不对啊 保保保保福 老老保保 我的小宝宝 你比我们小雪小的时候 有强多了 对不对 小雪小的时候啊 晚上成宿成宿的 就知道哭 搞得我呀 一夜一夜都合不上眼 那时候我们家里穷 吃不起奶粉 所以每天啊 没有办法 只好喂它米汤了 那时候幸亏我们院邻居啊 养了一只羊 这只羊啊 每天就靠它挤一些羊奶 要不然啊 小雪早就活不到今天了 是不是 我们的小宝宝 要比小雪乖多了 而且也幸福多了 至少有奶粉喝吧 而且啊 宝宝一定会长得像小雪一样的 漂亮董事 像我一样争命灵力 臭美吧你 对了 我们是不是该给宝宝取个名字啊 对啊 这个任务可是交给你了 我回去又想过 圆明 你想啊 圆明代表我们炎黄子孙的一种精神 体圆光明 圆和圆又是同一 而且明又象征着一种希望 你觉得圆明怎么样 好啊 妈 妈 您觉得呢 圆明 哎哟 好啊 那好 咱们就叫圆明 来 妈妈 抱抱 来 来来来 妈妈抱去了 哦 哎 来妈妈 抱抱 哎 哎 哈哈 哎 圆明 宝宝 你叫圆明啦 你知道吗 妈妈曾经 甚至都不想让你活下来 因为妈妈知道 没有办法给你个好生活 现在不一样啦 现在你是妈妈的全部 只要有你在 妈妈就觉得很幸福 很幸福 又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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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姥姥抱 姥姥抱抱 乖 不哭 不哭啊 乖啊 不哭啊 姥姥抱就不哭啦 妈 我现在 终于明白你 你这么多年的苦衷了 你当年 一定是为了给我一个好生活 才带着我住进将军府 在军府里这么多年 你给人做老妈子 看人脸色 受了这么多委屈 可从来都没有跟我抱怨过 妈 妈 我错了 我选择 你怎么这么多事 我刚才已经没有到的 你好 你好 你这么多年 我们的福音 我还没过 我还没骂 你怎么这么多年 有没有被人 我终于 这个人 你只是 那你不得了 我 你这么多年 好了好了好了 又哭了哦 陈海联络二十九军被拒绝 他恼羞成怒 跑到我这儿来撒饮 你跟他探牌了 他知道他撤谱拿走的那笔钱 是日本人的 他想洗清自己 让我把通大山行立刻注销 除非他把拿走的钱都退回来 否则他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吃到嘴里的肉怎么可能吐出来 况且他等着这笔钱买军火呢 如果他真不想和我们老老实实地合作 那他只有死路一跳 这笔钱乱的就是 你还知道回来啊 跟爹 你叫我 你没什么事跟我说吗 干爹有有有 那件事我想了 干爹 您看是不是这样 我是想把那批货呀 我想还是先给丞海 等日本人来了呢 咱们再想办法对付 怎么对付啊 谁去对付啊 我我我去干爹 但日本人现在还没来 先挺过这关再说 然后等日本人来了 再想办法对付啊 看看想什么法让他们 别绕他了 你想什么办法呀 你把它说明白了 这货给谁啊 我是说先给丞海 你的意思 给了丞海 日本人能摇了我吗 干爹 那您的意思是 先给日本人 你想让我当汉奸 不是干爹 我我不是这意思 那什么意思啊 我可是说这是个权益之计 这就什么权益之计啊 这批货 日本人早就盯上了 你不知道吗 我知道 你知道什么 知道会出这样的主意 既然人家盯上了 咱们下面做点什么 你敢保证不走了风生 当然我知道 那怎么办 既然他们知道得那么清楚 他们为何不出手呢 是啊 问你呢 为什么呀 说呀 他我 我感觉我 我什么我 你脑子不是很清楚吗 说话呀 我问你为什么 怎么办 你还有点脑子吗 你还记着吗 当初把生意交给你的时候 你是怎么说的 拍着胸服信誓旦旦的跟我说 让我放心 我可真是放心啊我 问你的话还没回答呢 为什么呀 你不是挺能说的吗 这么简单的事都想不明白 这不明摆着呢吗 他想自我受余力 对对对对 对什么对啊 告诉你就知道对了 往后怎么办 干爹 我现在也只是 不是干爹 他 他这事不怨我呀 都怪那个程翰 你说他收了日本人的钱 他不跟人家合作 还砸了咱们的商行 住口 别给我提砸商行 砸商行是轻的 没药了你的脑袋是便宜了你 你当我真的不了解你呀 什么样的女人你没玩过 偏要去惹陈翰 她怎么就一枪打死你 你 我真是白养你这么多年 你是越玩越没边了 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 你为什么偏要去找他 上次没一枪打死你 这大晚上发这么大火 怎么了 靳青啊 惹你干爹生气了 没事没事 熏风有什么大不了的 别发火 你先回去吧 有什么事没人再说 去吧 干爹 那我先去了 没让你去呢 我是个生意人 生意就有生意场上的规矩 货只有一批 谁抢到算谁的 可是有一点 这个货不能落到日本人的手里 你去办 是 是 还有 既在应付不了了 回来找我 谢干爹 谢谢娘 靳阳下没用的东西 到处给我了货 消消气 什么事 越来越没王法了 行了 消消气吧 还不让我省心了 到底什么事啊 瞧你发这么大火 什么事 她把神害的干女儿 原寒雪的肚子给弄大了 那是美娇的好姐妹 这件事能瞒得住吗 让美娇知道了 我看她在这个家怎么待下去 我看晋青他也是一时糊涂 他一心一意挨着美娇 狗屁 俊风 你也别生气了 这事情现在已经这样了 你生气也没用啊 你就消消气吧 好歹 他晋青也算是有后了 你什么意思 咱俩 这么长时间也没个动静 你说我该想的办法都想了 这中药我也吃了不少 可可怎么就没个动静呢 俊风 你不是有个老同学 在那个什么医院当院长吗 要不咱哪天去请他帮帮忙 看洋人有没有什么好法子 让他帮帮我 好歹 我也想为你和邝家做点什么 好歹 好歹 你来来来来来 干爹 您病了怎么不跟我说一事啊 谁说我病了 那您上这儿 好 一个老朋友在这儿住院 我过来看看 你去吧忙你的吧 那我什么时候接你 不用来接我了 看完了之后我自己回去 你快去吧 还愣着干吗 忙正事去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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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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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家 那天的事 谢谢您了 你今天来这儿就是想说这些 我 来 伯母 这是给孩子买的 还有 这些是给萧雪补身子的 不用了 你上次买的那些东西还放在那儿没用呢 以后别再买了 让萧雪知道了也不太好 伯母 萧雪她 她们母女俩都挺好的 你放心吧 是个女儿 女儿好 女儿好 伯母 我知道我对不住萧雪 可是她怀孕 我真是一点我都不知道啊 你知道要能怎么样 萧雪 不光让你一个人不知道 她还瞒着大家 一个人把孩子生下来 为了生产孩子 她险些把命都搭进去 这些你都知道吗 您还是回去吧 伯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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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求您了 您 您把这些东西收下好吗 伯母 我知道我不是东西 我对不住萧雪 我就是跪在她面前千刀万剐 也抵不上她受的苦跟委屈 还不如程司令那天 就把我打死就算了 不过伯母 您得相信我 我 我真是没有想骗萧雪 我没有想把她爱成这样 伯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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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求您 您把这些东西 交给萧雪 我能做什么 我能为她们母女做什么 您说 我去做 我只问你一件事 您说 你想到要娶萧雪吗 你走吧 您还是回邝家过你的日子去吧 你还是回邝家过你的日子去吧 你也陷入渊 那天 以后不要再来看小雪了 这 这就是 现在能为他们母女俩做的事 你走吧 伯母 伯母 求您收下吧 伯母 伯母 求您了 伯母 好吧 东西我收下 我替他们母女谢谢你 伯母 你走吧 以后不要再来打扰他们母女俩了 伯母 还有一件事 麻烦您 把这封信交给程司令 你们还嫌害得程司令不够吗 这封信我不会替你交的 伯母 您误会了 矿餐饮员也是被日本人逼的 不是要害他 是要帮他 您把信给他看了自然会明白 谢谢您 宝宝 来 笑一下 宝宝 宝宝 妈 宝宝 姥姥来了 不哭不哭 你看 看看 妈 你买了这么多东西啊 我这姥姥好好疼疼我外孙女 还不行吗 姥姥抱抱 不哭不哭 不哭不哭 乖不哭 不哭不哭 宝宝 妈 你花这么多钱干嘛呀 宝宝 宝宝 宝宝真乖 宝宝要睡觉觉喽 睡觉觉喽 妈 您不是忘了什么东西了吧 你还别说 这床啊 还真挺好用的 怎么是你啊 别用这种表情和语气和我说话 要是她来了 你也会这样啊 你来干嘛呀 有事吗 小雪 都到现在了 你还不死心 说什么呢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冯恬 如果你今天是来看我们的 那你现在已经看到了 如果你是来找我不痛快的话 你趁着就走 小雪 我是为了你好 我心里呢 你赶紧回吧 这就是徐金青的孩子 你干嘛 别怕我的孩子 你怕什么 我又不会伤害她 毕竟她也是你的孩子 好啊 你为她生了一个孩子 你为她生了个孩子 你为她生了个孩子 她有来看过你一眼吗 这是我的事 你给我出去 为什么小雪 为什么 她从来没有把你放在过心上 从来没有对你负过责任 你还要对她那么死心塌地 她有什么 她比我强在哪儿 你给我出去 这个狗腿子 是 我是狗腿子 她徐金青不是 她不用在邝府低三下四的 求一口饭吃 她不是邝勋风的一条狗吗 你太过分了 你现在马上走 一会儿我有朋友来 到时候大家都难看 好 看啊来啊 大家都来看哪 有什么好看的 我告诉你 我不在乎 你就是个无赖 你错了 我不是无赖 我逢恰 要是有徐金青一半无赖的话 事情也不会像今天这个样子 你说呀小雪 你到底要我怎么做 你要我怎么做 你才敢接受我 你说你说你说 你说出来我都能给你做到 我要你走 马上走 小雪 你到现在还不敢接受我 你都为她生了孩子了 她都不要你了 你还不肯接受我 你连正眼都不愿意瞧我一眼吗 我生了孩子怎么了 我告诉你 就算她一辈子不要我 我也不会跟你的 小雪 小雪 我是真的喜欢你 你不知道 你天天像躲温神一样的躲我 我这心里是什么滋味 我冯恰不是没见过女人 也不是没有别的女人喜欢我 可我这心里唯独对你 你说我这心思你怎么就不懂呢 我老实告诉你吧 我冯恰是个有野心的人 我一直盼着打仗 因为我是个军人 只有打仗了 我才能够建功利益 才能够体现我自己的价值 你看看 看看现在的形势 眼看着这仗就要打起来了 可我突然发现 我不敢去 我怕 我怕死了 为了什么呀 因为我怕我死了以后 你怎么办 你靠谁呀 现在 要是让我安安稳稳的跟你过一辈子 我可以什么都不要 真的 我什么都不要 什么都不要 你也别这么说 我们俩不合适 我知道 我知道 我配不上你 我也不会说话 没法讨你的欢喜 可是你知不知道 在我知道 你怀了徐静青的孩子以后 我是什么感觉 那种感觉 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我气 我恨 我喜欢的女人 我喜欢的女人 怎么能够跟徐静青那小子 怎么可以呢 可是我过来一下 这也是我唯一的机会 徐静青那小子我太了解了 他为了金矿家 筹谋了十几二十年 他不会为了你和孩子 放弃这个机会 他不会的 你相信我 这个时候 你和孩子 总得有个男人 在你身边照顾你吧 在你身边关心你吧 我就一直在想 你会不会想起冯家 想起我 你只要跟我说 冯家你来到我的身边吧 我马上就会到你的身边 我一点犹豫都不会有 哪怕我是当别人孩子的父亲 哪怕我是当他的替代品 也不会有半句怨言的 你就是让我去杀人 让我去放火 我冯家要是有半个人 我他妈就不是个男人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该说这些的 不该说 我把你吓着了吧 可我今天没法不说 可我今天没法不说 因为我不说的话 我怕我再也没有机会了 对不起 我跟你说句实话 我跟你说句实话 我做了一件 我特别不该做的事 如果有一天 你听说我上刑场了 我求你一件事情 千万别去看了 我不想让你看到我狼狈的样子 不信 我去把我刀掉了 我去把我刀掉了 我去把我捡了 我去把我捡了 你就是个人 你自己想要找我 你自己想要找我 我去把你捡了 你自己去把我捡了 我去把你捡了 我去把你捡了 这些啊 就算我们 成不了父亲 我也从来没有 享有益地伤害过你 真的 谢谢你 谢谢你对我的情谊 无论以后发生什么 我都不会忘了 你今天跟我说的这些话 那个摇篮是徐金卿送来的 我看到它了 就是 买卡 是 是 来 老七 小姐 老七 我让你准备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吗 都准备好了 厨房一大早就开始忙活 全是按照小姐说的准备的 新娘呢 新娘 美娇 你看你出的鬼主意 非要我亲手做蛋糕 你看我现在什么模样嘛 新娘都变成童娘了 你还笑 我不干了 老七 你去六国饭店买一个回来 别别别 我 新娘新娘 你要是亲手为我爸爸做一个蛋糕 他一定会特别感动的 而且他一定会说 这是他这辈子吃到的最好吃的蛋糕 你要是不信我就给你打赌啊 真的 赌就赌 那你得给我打下手 好行行行 干净的啊 一会儿就来不及了 来 那这事就怎么办 好 怎么没人呢 老七 老七 老爷 人呢 老爷 西娘和小姐正在饭厅等您呢 请您马上过去 走 好 来 来 老爷 爸 爸 来 你们这唱哪出啊 美娇祝爸爸扶入东海寿禀南山 我祝老爷 身体健康 心想事成 我也忘了 今天是干爹的生日 好话都让你们说尽了 我说什么呀 祝干爹万事大吉 好好好 真是难得呀 你们还想着我的生日 这都是美娇替你张罗的 哪儿啊 才不全是我的功劳呢 新娘和老七从早上忙到现在了 虽说现在家里人少 我们只能给爸爸过一个简单的生日 虽说简单 我们的心意全都在里面呢 新娘特意学的这套菜 亲手做给您吃 您赶快尝尝 好啊 这 这是我随先想的图案 我一边想一边做的 是我的一番心意 老爷 我祝你多死多福 好 尝尝 好吃 好吃 太好吃了 这是我吃过的最好的蛋糕 好啊 美娇 赶紧把礼物拿出来 都等着你拿 老七 还有什么礼物啊 爸爸 送给你 像 画得太像了 像吗 像像像像像像 可是我觉得 我怎么也应该比这个再 年轻点吧 你要是不喜欢的话 明天就陪你去看画展 请刘洋多大画家 再给你画一幅 哪里哪里 谁画的 也不如我女儿画得好 爸爸喜欢 可是画展爸爸就不用去看了啊 爸爸对绘画呀 一脚不通 我好久没陪您出去走走了 全当陪您散散心 过去在金陵啊 一到过生了的时候啊 我就先出去躲几天 一是少些个应酬 二是 免得让自己觉得又老了一岁 不过今天爸爸还是挺高兴的 没交懂事了 借着这个机会啊 爸爸也给女儿提个请求 往后在家里头啊 多陪陪爸爸 我答应你 来 爸爸 我在这儿敬您一杯 也敬新娘 希望新娘早上贵子 这样 家里可以热闹一些 也多一个孩子陪在爸爸的身边 好好好 来 干杯 来 干杯 干杯 小盈 小盈 坐 坐 坐下 这件事 你为什么一直瞒着我 大人和孩子都还好吧 都好 都好 事已至此也不能怪小雪 小雪 她自己还是个孩子 这些年 我没把你们娘俩照顾好 小雪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也怪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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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